玉兴農会29号在县府大礼堂举办玉香米酱油上市发表会 与花莲在地冠军主厨叶志龙 示范与玉香酱油烹调特色料理 并期盼打造花莲农产金字招牌 共创农业荣景 县长徐真卫表示 花莲的农会近年来在总干事们的改革之下 自力推动农产品行销 积极与在地企业合作结合农友的创意巧思 创造不一样的商机 玉兴地区农会出产许多约有良的农产品 此次与新味酱油合作推出玉香米酱油 香气浓郁 口感醇厚 让民众能够吃得健康 用得安心 这个玉兴农会这一次跟我们百年的酱油老店 为在地的享同 为在地的农友不断的去将产业连结起来 让它产生一个善的循环 我要感谢中央单位农粮署以及花莲厂 我要更要感谢地方的企业 因为地方企业的努力 让我们的农友更加的给力 所以再次谢谢大家 恭喜我们这一次玉香米酱油能够大卖 玉系地区农会总干事蔡宗翰也指出 非常感谢县政府长期的支持与鼓励 玉香米酱油是以酿造一年的第一道酱油为基底 首创加入有浓厚玉香和清甜口感的台梗4号玉西米 除了是革新的尝试之外 更希望借由这款米本身的高甜度 减去酿造酱油中以炒砂糖提味提涩的程序 创造另一款更适合现代人的健康美味 在这个产品的部分来说呢 我们就选用也是算改良厂季转的一个四号香米 四号香米本身就有浓厚的香味 那吃起来也非常的好吃 那特别精选了以后 跟百年的新味酱油的酱油厂来做一个合作 很特别的是 这个合作竟然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 在去年12月以后学老板说 他这个合作起来 这两个酱油供应的米合作起来 它的意外发生了好滋味 其实我们讲的原料它就相当的简单 它就是我们的准确的四号的香米的米 跟它的新味酱油的黄豆来这样子 很简单的原料做出很不同 很丰富的层次感 玉香米本身足够香甜 酿造过程当中不需要在草堂提升甜味 得以最自然的香气 以及色泽呈现出最单纯的味道 玉西地区农会这次以玉西香米 与在地百年酱油大厂携手合作 推出品质优良玉香米酱油 农业创意结合并出新滋味 相信未来会掀起祖父口耳相传的新风潮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第一纱油大厂所在表面 我不能加用乳酱油大厂 麻两可能一回 BET 所以这次在词剧品责 也不得寄